就必然能够获得慈戒以及慈戒的功德 那么在慈戒的情况之下 所行持的一切善法都能够不断地辗转真上的 与此相对的 假使是一个缺乏戒律的 内心没有慈心跟悲心的人 他即便是因为不失而敢得富裕的果报 但是这样的果报终究是会失坏的 因为他仰仗有限的不失所得的福德 如此暂时上获得了财富收拥 也许你一时看他非常的富裕 但是后面可能就无以为继 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持戒者 他在造的善法 这个善法就能够不断地延续 这两者的持戒与否之间的差异 就像是大海 以及小小的一盏灯里面的灯油的差别 这两者的体积是差别非常大的 同样的持戒者的功德就如同大海 不具足戒律而行持善根者 他所得到的福德就如同那个小小灯盏当中的议题 就像那么一点点一样 而且他是会穷尽的 他是会浩劫的 这之间的差异核在 完全就在于自己是否具足此心跟悲心 所以是以发心来界定具足戒律与否的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上了解 具足一分戒也有一分戒的功德 具足戒律就能够转小善为大善 转小福德为大福德 如此的功德利益的话 那么就会对于自己的持戒 跟受戒是非常有益的 比方说当我们在讲到受戒功德的时候 受戒者他所造的福德都有 战时跟就近长远的功德 这两类 比方说具足菩提心而受菩萨戒 如此的人他去行善所得的福德 战时而言都能够获得人间善趣的果报 而且这样的果报是不断地 增长的 就是以布施为例的话 这一个具足菩提心界的人 他所做的布施 能够让他生生世世都感得富裕的果报 这是战时果报 从长远就近的角度来讲 因为他具足菩提心而行持 布施度的修持 究竟的功德利益 则是能够承办佛果 有这样子的功德 其他相关的善法 也是可以以此类推的 所以会有很多人 我觉得我们在背面 有很多人的武器 从长远就像 这样子的功德 在做一种功德 有很多人的武器 那么有些理论 有些人的武器 就是他的相当 不是游客在大陆以外。 不管何人偷窄,他们评论我们的生活。 没有游客、有游客人的生活。 当你还知道我供生亡的生活。 有人说这种生活是考虑的一个这样子。 在某些年代的 到某些年代的 各有 这种小的小的年代的 某些年代的 一种人一种人 两种人 两种人 一种人 一种 sequence 10分额 这是白痴 甚至你的年代的 北欧陶俱 地为中共的之后 而被人供出的当中 他准备了这套钱 已经有这套钱了 但是他在那一套钱 就在某些钱 某些钱 卖上这套钱 但是这些仪在那里 就就在某些都是他 这不从某些人不处 人们在讲 这个人讲 这个人对他们在 我们说 你只好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 一辈子 三辈子 三辈子 一 feeder三辈子,一辈子 三辈子 每次都这样 这帅人也发言 就像筆章就等到认为上 也不少计论 在这儿都居于是一种的计论 然后人家都居于是一种的计论 一言都挣手过来 这一句无计论 三十千 seper 一句我们的车更计论 加上粘特的车更计论 那些计论是不是的 这儿有一个计论 荒谶 三千五月 在这一回总是在祂祖的 也说在祂祖的 祂祖的一体 在祂祖的征述座的 这一个友谈的 一口都在那里 那叫我去去 在祂祖's的 他在祂祖的 被他们了 那里有时候 他在祂祖祖的 把祂祖祖的 萨扎班智达曾经强调求学的重要性 他指出即使今生学习无法通达 但仍然要坚持学习 因为能够使来世获得较好的学问跟功德 我们看到有些孩子 你把同样是送到学校去 花费了再多的金钱 都没办法培养他能够学习好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 有些孩子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够通达 学校所教的这些道理这些知识 其中的差别就在于过去是否曾经修学 非常容易一点就通的这些孩子 过去就是素逝曾经修学过 所以他今生要能够具有学问 具有功德就相对容易的很多了 那么同样的 萨扎班智达在强调这些道理的时候 他也说即便是今天就要死亡 但现在也要坚持学习 这个就是衔接的刚刚所说的 即便是今生没有办法学成 来世也是能够享有这样的功德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在看待具有菩提心的这一点上面 发起菩提心所得到的功德能够生生世世受用的 我们看到同样的有些孩子生下来他天生就比较没有恐惧心 他的心里面的安全感十足 或者总是笑脸迎人 来自于他能够体现出菩提萨扎这个萨扎的意涵 也就是所谓的勇士 他心里面少有恐慌 具有坚毅的勇气 这些天性的特质来自于前世的勋修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孩子其他的情况之下 如果不是有强烈的菩提心的人的话 或者是缺乏菩提心的众生 他的我值越强大 他的不安全感 他的恐惧心就越强 越是有我值 他心里面的嫉妒心就越强 他的心里面的称心就越强 他的不安全感就越强 我们看到有些孩子 他天生就是缺乏安全感 天生就是非常恐慌 可能会非常黏着这些父母 当你去看到这些事情 直接去思维前后世的关系 修学菩提心的功德利益 你就会发现说 哦 确实是如此的 这个跟前后世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子的角度去了解 和怎么样发起怨菩提心 如果有 如果从慈心跟悲心的角度去了解怨菩提心的话 你才会晓得说 哦 原来慈爱性是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用一个辟语来讲 菩提心的价值就像是黄金一样 为什么说他像是黄金呢 因为今天黄金就算是小小的一块 也会非常受到重视 因为他再怎么晓得仍然是黄金 人们仍然是把它看得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昂贵的 黄金跟菩提心确实是有连结的 它的这个辟语的关联是非常强的 比方说黄金它代表一种不变永恒的特质 代表它能够承担它能够安忍的特质 代表它具有殊胜的价值 这些呢 其实都体现着菩提心的重要性所在 所以与其我们去拥有去保全自己世间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要保全如同黄金一般的菩提心 不要让它被其他的小小盗贼给偷走 我们应该好好地去保护它 用安忍的心来保护菩提心 并且呢 要保全自己内心中的安忍的功德 如此一来 才能够真正地通达菩提心的功德 才能够真正地晓得如何持菩萨戒 所以持菩萨戒方法就是从保全自己内心的慈心跟悲心下手 有了慈心跟悲心 我们自然就能够善加地持守菩提心戒 那些才能够联明和保全自己内心呢 那是给你啊 肃活满的 bes 它 até找吧 到这里先放着 肃活呢 它们已经有点允设 wealth 萨尔尔 鸣 nesse都 他们搭了 和 Hus夷的 哦 これは 您的 您的 平安我又不是 有利是何我家做的 就是我家人 是能不能住人 以前是有利是 有利是 宝珊 反正在我的脫下 也知道我家人 再知道我家人 也知道我家人 再知道我家人 我家人家在家 等我工作 雷特 如果她以生而去的闪 同时 让她知道的是 山極士的近期 她是在山極士上找到一些的医生 在家的上海 英史上 山極士的疑伐 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地体认菩提心的功德它的价值 要确立我应该要守护的是内心的这颗菩提心 当然有些时候受戒有些人也许会认为 这个菩提心戒是非常难守的 它会有犹豫不定的这种想法 但是实际上您当然要想到内道佛法的一切修持 尤其是大圣佛法的一切修持 讲究的就是菩提心的修法 比方说在所有的修法当中都会提到 发心文是为力众生愿成佛 所以不管你今天要如何饶意其他有情众生 你要如何修持教法 你要受持冠定乃至于任何的法门 皈依跟发菩提心都是必不可少的 菩提心的价值是遍布于所有的修法 所有的法门当中的 所以实际上当我们传授菩提心戒 受持菩提心戒的时候 就好像是把各处的黄金都聚集在一处 跟你说这个就是黄金 你要保护的话就保护这个东西吧 就跟你把话都讲清楚 那实际上遍地都是黄金 遍地都是这样子的价值的下手处 只是现在把它归纳在一处 告诉你你要守护的就是这个 它实际上在一切法门当中都存在的 如果能够了解的话 你就会了解菩提心的价值 了解它遍布于所有的修法 遍布于所有的法门当中 那么不管是在世间人伦的法规的运用当中 或者是在初世间的佛法里面 都能够 你都会看到菩提心是如此的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菩提心戒 它是佛法的精华所在 它是佛法的根本所在 具体来说是这么样讲的 另外一方面 菩提心是成就佛果的唯一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话 哪怕你在其他的修行上 再怎么样的下功夫 再怎么样的努力 充此一量也只能够承办 暂时人天上去的安乐而已 并没有办法让你获得佛果 这就是为什么菩提心被称为 由此则一切万事俱足 由此则一切无计可施 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它是承办佛果唯一不可或缺的 方便应当要认识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这些状况有所要认识 这些状况有什么技能 在内认识 他们是在这里的 不可能做什么 这些状况也算是这样的 这些状况就有很新的 现在我会有这个状况 这些状况是 在凌晨一个状况 凌晨一个状况 从凌晨一个状况 那些状况 从凌晨一个状况 在那些状况 在那些状况 这些状况 但是在状况 在状况上 你可不如去,能不能被他死, 你是不是能被他死, 你能被他死, 你能被他死, 你知道,能不能被他死, 你不能被他死, 你不能被他死,